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这边的两棵球菊 现在一个开花的状态 又是见花不见叶了 就360度给大家看一下吧 转个圈圈 无死角啊 它也是一样的,这个是黄色的这个球菊 真的太过于美好啦 那像球菊这个花卉品种 它其实夏天和冬天都会爆棚 但是呢,这个开花状态还是有所不同的 像冬天的话,这一波花你是根本看不见叶子的 有很多花友呢,早前,也就四五年前 就在我这边看过养球菊的视频 那有些花友呢,就养得非常的不错 他们筛出来图跟我这两棵大差不差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也有些花友就跟我说 它的球菊呢,就怎么样都养不好 甚至有一些花友告诉我说 它的球菊已经养死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还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球菊养不好的原因 以及你养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大家都能够养好球菊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养的花卉品种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会养不好 有些花友也晒涂给我看了 也就是说它的球菊呢,就不像我这边这么圆 那圆滚滚的两个 它的球菊长得很高 而且开得稀稀拉拉,也没有那么的集中 换言之就是球菊涂涨了,开花数量也不多 那么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不是因为你养护的这个环境光照不是很好呢 像这个球菊的话 你要让它整个开花,矮矮的就开花 而且开成这么花团紧簇的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它是需要比较好的光照的 如果你的光照时间过短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土长的状态 很多植物土长都是因为光照不足 像种月季的话 至少需要四个小时的阳光吧 那球菊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需要这么多的阳光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球菊通风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花卉品种的话 如果通风不好 里面很可能会有一些烂叶子啊 积水的情况 但是说实话啊 比像那么圆圆的一个里面 还有什么通风可验 我觉得这里边 它根本就不通风吧 不过这是我放在露天养护的一个结果 你如果放在封闭式的阳台 那么可能它会滋生一些牙虫啊 红蜘蛛啊 等的一些虫害 就会严重地影响它的开花质量 所以光照和通风两个 如果都很好的那么一个环境 你的球菊照理说 也应该能够开成这样圆圆的两个大球 那如果还是开不成这样两个大球 那可能是跟你的养护方法有关 比如说你给的肥不够 那就有可能了 那球菊的施肥 其实我跟月季是一模一样的 月季怎么施肥 球菊就怎么施肥 另外也有些话 有说自己的球菊修剪之后不开花 这个一个是跟你修剪的这个程度有关 第二个呢 就是跟你修剪时间有关 比如说像这两颗我刚刚买到的 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它没有花了 但是它还有带有一些小花包 然后像这一颗的话 商家剪的还是挺高的 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如果天气比较好 阳光比较充足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从底下冒出一些小花包来 但是你想它开到这么爆棚的效果是没有的 所以球菊其实我一般都是会剪两次 比如说像这波花开完之后呢 我会进行一次重剪 我不会剪的留那么多 我就是起插剪 因为它后面稀稀拉拉冒出来的小花包 它不可能达到一个爆棚的效果 那就干脆全部都起插剪 下花过后也是一样的 夏天我也进行起插剪 之前也有跟大家有拍过视频 但是有些花友呢 它不是夏天修剪的 有个花友跟我说 自己前一段时间大概十月多了吧 她才把球菊修剪 问我说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开花 好像不太能开花的样子了 这就不好说了啊 其实她从萌芽到打花包再到开花 这个时间还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的 然后像明年第二波花的话 应该是在七月份左右会开花吧 六月或者七月 那么我再给修剪她时间 大概会安排在八月左右 给她进行下一次的修剪 那么她就会在明年的十一月再次爆花 所以在我的观察当中 这两个时间点你去修剪的话 一年爆两次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时间不到位 那可能就一年只能爆一次花 也有可能啊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有些花友呢会把秋菊养死 这种情况一般都出现在夏天吧 虽然秋菊是非常耐热的一个品种 但是夏天花后的这个其插件 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 这就要说到秋菊 其实它是有两个品种的 一个呢就像我这样的这种秋菊 它是这样的花形 就跟菊花比较类似 一朵一朵就比较是展开的这么一种花形 我不知道这种叫什么花 反正这两个是同样的品种的 在我看来 那还有一种秋菊呢 它的名字叫做糖果菊 它是圆圆的一个一个 它的颜色其实更梦幻 或者说是更好看 但是那个糖果菊的话 在我养下来 我之前有两盆糖果菊 现在都送人了 在我养下来的话 就感觉它的那个根系 就不如这个秋菊的根系来得好 如果你是养糖果菊的话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 最好呢修剪的不要太狠了 稍微呢给它留一点高度在 奇茶菊的话 糖果菊你如果在夏天40度的高温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养护经验 很有可能是会把它剪死了 因为它根系 没有这种秋菊那么强健 那这种秋菊呢 在夏天修剪的时候 也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呢 在修剪前 你最好把这个花巴拉看一下 里面呢有没有发芽 如果里面已经开始 萌发绿色的小芽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了 如果里面还没有发芽 这么一种情况 你如果剪了以后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叶子吧 再加上你可能给的水太多 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闷根的情况 在夏天如果产生闷根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或者说你就避开最热的那段时间 等天气稍稍变凉之后呢 你再动手给它剪 那么下一轮花12月开 其实也还可以 或者呢 你买花的时候 尽可能挑选这种品种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这种品种的话 它就根系比较强健 而且比较耐热 我感觉夏天爆花 也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糖果菊相对来说 就会难一点点 好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能够给养球局的你一些帮助吧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